分享一下心理系带给我的 我觉得呢 我们应该要保有弹性 就像前面提到的 在这个社会上 可能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你没有办法 用你自己的力气去改变的事情 那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保有弹性 而且另外寻找解决的办法 那有时候呢 太固着于当下 或者是太坚持于当时的想法的话 反而对自己的身心健康 可能都是有害的 再来呢 就是耐心与毅力 其实要治疗一个个案呢 它的疗程可能是非常长的 可能是一年两年甚至是三年 那个案的进步幅度也是非常的缓慢 其实它不像流行性感冒一样 吃了三天的药之后 它就会见效了 所以我觉得这就像是一场马拉松 一路上就是要稳稳的 调整呼吸跟步伐 并且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那你离成功就越来越近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价值观的改变 其实在临床上看到了许多个案 有些小朋友呢 他其实出生下来 他就是有发展失患的问题 那有些呢甚至是找不出原因是什么 所以呢 我觉得生命是很脆弱又很贵重的 我们应该要善待每一份缘分 或者是每一个我们遇到的人 然后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心理系未来的出路 那先介绍一下 成为心理师呢 我们这条路 我们会怎么走呢 首先呢 必须有临床或是资商研究所的学位 再来兼职实习一年 全职实习一年之后 考取心理师执照 接着呢 就可以进入到职场工作 那临床心理师呢 他是以心理病理出发 会去了解病因 还有危险因子 还有治疗的方式 应该要用什么样子 那会借由评估工具 像前面讲到的心理测验 来鉴别病症 那他的工作场合呢 他可以在医院的身心科 小卫生心内科 复健科等等 其实很多科别都会需要 临床心理师 那除了在医院之外呢 也可以个人开设诊所 还有企业公司 有些也会聘请临床心理师 来照顾员工的心理健康 那法院呢 当一个犯人他宣称他犯罪 是因为他有精神疾病 这个时候呢 就会需要临床心理师 来做横见 来去评估这个犯人 他是否真的有心理 神经 精神上的疾病 接下来呢 介绍资商心理师 主要是以学派理论出发 提供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他问题聚焦于情绪的辅导 还有伴侣的资商 那其实 资商心理师面对的个案 比较不会像临床心理师一样 面对较多精神疾病的个案 那资商心理师呢 也会在学校 基金会 还有助人机构 有些医院 也会聘请资商心理师 或者是也可以 开设个人的心理资商诊所 那其他呢 其实心理学提供的知识 非常的广阔 所以他可以运用在很多 各行各业之上 那像公司企业的人力资源部 学过心理学的人员呢 可以协助公司去选任新的人才 那如果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呢 我们系上也有 工商心理学这个选收 可以供有兴趣的同学去做专研 那个案管理师呢 他主要是可以做初步的误谈 那他再去选择这位个案 所需要的资源是什么 再来呢 如果你想要做研究 也可以成为一位研究人员 像是前面所提到的 知觉或者是认知神经方面 接下来呢 比较心理师跟社工师的差别 心理师的主要工作呢 临床心理师的话 就是心理痕见跟心理治疗 那资商心理师的话呢 就是资商辅导 那社工师呢 他主要关注的是 改善生活的环境 呃像是人际关系啊 或是家庭关系 还有工作 那他们也会协助一些 呃需要帮助的人去寻找一些资源 那读过心理系之后呢 我归纳出了几项可能需要的特质 或者是能力 其实我一开始也会觉得说 我很喜欢听别人说啊 所以我就适合读心理系 但是这个想法呢 其实是还不太够的 那在我的发现之下呢 我觉得逻辑能力非常重要 因为当你在个案 在辅导一个个案的时候 他可能已经陷入一个非常负面的情绪了 所以一个心理师的角色 我们必须要从旁的协助 然后引导他走出这些他原本固有的想法 让他思考出一些其他的解决能力 那当你在做实验的时候呢 也是需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如何规划出一个 呃控制严谨的实验 然后进行研究 这也是一个 逻辑能力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再来呢 好奇 一定要对人有好奇心 进而才能推动治疗的进行 当一个个案今天说出他的想法时 我们好奇的是 那他说出这个想法 他的背后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那经由对谈的方式 来引发他说出更多的可能 再来呢就是态度 其实我们在治疗室里面 跟个案所误谈的内容 治疗的内容都应该保密 即便这个个案呢 是小朋友 是儿童 他也应该要 享有与成人一样的隐私的保密的权利 我们在治疗室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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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治疗室里面